我从事花式台球非常有使命感 因为我觉得做了花式台球 能对台球在中国的普及能起到一定的积极意义 我大约在14年的时候开始认真地去研究花式台球 那个时候我发现我研究了几个月 我觉得国内包括国外的一些优秀的作品我都能做到 我发现我很适合这项运动 那几个月是在我的工作还没有辞的时候 那时候我做设计师 用业余周末和晚上的时间在研究 然后呢研究了几个月 我真的已经是无法自拔了 那个时候和我的工作非常矛盾 我仍然选择继续坚持去研究练习花式台球 我就想起一句话 就周恩来的为中华式崛起而读书 我呢就是想为中国的花式台球崛起 而练习花式台球 最早是公司的老板同事很反对我 因为这样影响工作 后来我辞职了 家人肯定是非常的反对 非常的不希望我这样选择 所以很多人都认为 我那个时候选择花式台球是不务正义 我认为我这些是花钱袖腿 没有什么意义 没有什么价值 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 经历了很多非议和压力 练习花式台球就换了好多地方 因为一下子先在一家球方店 练了之后呢 老板发现我就练这个太伤台倪了 然后最后我给钱都不给我练 赶我走 然后再换一家 依然如此 直到最后找到一个朋友 然后才勉强的受留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呢 商业接不到 连续两个月 没有接到任何一场商业 然后呢 对于我来说就是没有收入 那这个时候 我还想继续念球 我不愿意放弃花式台球 那没有办法 我只能到我念球那个球听 给他做服务生 并不是这个服务生 能给我带来多少钱的收入 收入是能带来一定的 但是 他能给我带来 很充足的念球时间 因为每天上班八小时 那我每天在球听的时间 有大约十八个小时 那我剩下的十个小时 你可以念球 然后呢 老板也允许我免费念球 所以我非常愿意做 通过我在网上的一些更新的视频 接了一些照演 后来呢 也很有幸的被一些综艺节目 卫视啊 央视的一些综艺节目的导演看到 然后做一些综艺秀 带来的效果呢 也是非常的好 我在台球圈的这个知名度 一下子就传拍了 我很欣慰 并不是欣慰我名气这一块 最主要我觉得 花式台球终于被人认可了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 参与到花式台球当中 让我推广花式台球 不再孤单 我是赶玩顽童 职业花式台球表演选手 徐杰 中文字幕志愿eg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